像霍雪那个时候啊 从13岁开始到43岁 啊 怎么这么简单 怎么会这样而已啊 这样而已啦 就在当下 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勾奖师不是问吧 问说我们 没了子师不是要下生嘛 等五十六亿万美 对不对 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十四古今不理当面 我们不是有讲三世吗 三世知佛 有没有 三世啊 过去世 现在世跟未来世 三世 然后三世他各有三世 过去世有三世 现在世有三世 未来世有三世 三世 那个是真理里面 他祭备 这样九世了 对不对 然后再加我们现前一念啊 就刚好十世了 那十世啊 古时候跟现在啊 十世古今 不理当面 我们当下的念头啊 他祭备了万万年 所以不管多久之前 不管多久之后 都在我们当下之一念啊 这样懂不懂 所以我们当下之一念啊 重不重要 所以我们活在当下 重不重要 所以五十六亿万年 所以五十六亿万年 以后就是现在啊 就是当下之一刻 所以你的祠师已经下身了 这个是真理啦 现象是没有啦 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要走入真理世界 走入真理世界啊 没有形象 可是我们都了了分明 这样了解吗 我们要追求啊 就是追求这个 了了分明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啊 了了分明 现在又具备啊 有没有啊 可能喔 这个没有时常 这个接受啊 这个真理 所以听到以后呢 内心啊会很震撼 蛤 那也啊呢 我们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各位来看 我们的不生不昧佛性本体啊 他没有念 他离开念头 这样我们在修持的构成 要离念就很容易啊 佛性本体没有念 他是离开念的 那我们之一个念啊 就是所有念都不起 所有念都不起 之一念 具备了万万年 万年前万年后 都是之一念 都是之一念 我们起心动念 就已经离开之一念了 就已经不是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喔 当你喔 这个听了以后 你在反顾看反顾看 又会反顾听啦 听到你喔 原来是这样 懂了 不然喔 只要我们现场一讲 就过去了 对吧 过去的印象不清了 你如果在他听到很熟 那时候 你就会走到那个真理的世界 你走入真理世界以后 咦 我们喔 万年一念 一念万年 所以各位把它记得 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 这样听懂意思吗 懂不懂 万万年就在一念之中 我们都住向 所以走入身体 身体有生有死啊 对不对 所以喔 那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 就体会不出来 一定要走入不生不昧的 我们那个真心佛性 才能够体会说 一念万年万年一念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这个身体的现象 身体的消失 就已经呢 不关我们当下之一念